作为2024年全球第一个精英白金标赛事 本届马拉松赛规模为3万人 共有136105人预报名 创历史新高 吸引了64位国内外高水平运动员参赛 赛事依旧只设置全程马拉松一个项目 赛道全长42.195公里 其中点都设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途径环岛路 曾挫安 厦门大学 陆江道等厦门地标景点 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瑟发 伯基 科贝贝 以2小时06分46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 夺得男子冠军 同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克莱奇 古德塔波瑞查 以2小时22分54秒的成绩获得女子冠军 我非常高兴能得到冠军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今天的成绩也是我个人的最好成绩 老将董国健以2小时10分38秒的成绩 获得中国籍男子冠军 同时也打破了自2008年以来 尘封16年的厦门马拉松赛 中国籍运动员男子记录 中国籍女子冠军被张德顺 以2小时26分53秒的成绩斩获 厦门姑娘业余跑者黄雪梅 则获得中国籍运动员女子亚军 全场第四名的好成绩 比赛到沿海一直在能够看到一些 平时训练看不到的风景吧 然后也能感觉到跑友的热情 觉得还是挺兴奋的 本届比赛延续了备受好评的下马破三星计划 男子在三小时内 女子在三小时15分钟内玩赛的选手 都可以拿到专属的破三风衣 让大众选手也有更深的参与感和仪式感 这是破三跑者才有的荣耀 穿着这件衣服可能就是显示我已经成为一个 中国马拉松的大神 挺开心的 没想到会有这件衣服 真的很不错